新北市五谷水堆景观公园 园内的木栈道使用了20多年 年久失修 还有一些步道及设施需要维护更新 区公所考量到民众及游客的安全 针对水堆公园进行改造 并且增设了无障碍空间及装置艺术 提供民众更安全的休憩环境 五谷水堆景观公园依山石而建 共划分10层 园内环境优美空气清新 每天早上都有许多民众前来运动休闲 水堆里长邱江勇指出 园内的木栈道已经使用20多年不堪修缮 还有一些步道及设施都需要维护和更新 我们使用20几年的木栈道 已经不堪修缮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全部更新 做得更漂亮更安全 第二主軸就是说 我们104年 我们改造使用的人形步道 已经木栈道 经过这几年的使用 已经达到维护的年限 所以说这个人形木栈道 全部要油漆 还有一些副属设备 也一并油漆 改造美能美化 公所考量民众及游客安全 针对水堆公园进行改造 同时还增设了无障碍空间 并在第七层景观台处 加装了双新原装置艺术 各层也重新制作了导览指示牌 我们在第七层 会有增测一些爱心的双新颜 让我们年轻人来这边 赏夜景的时候 也可以一个打卡点 最主要是有一些导览 这个牌面 我们全部把它更新 让我们所有的游客乡亲 来到公园的话 更明确可以看到我们导览指标 来造访我们水堆公园 邱江永迪长表示 水堆公园整体工程 预计农历年后完工 热后将可提供民众安全良好的公园环境 双新原的设置 也可以成为民众欣赏夜景 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记者虎宇轩五股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